自然的呼聲 現代人為了追求物慾 不聽自然的呼聲 精神活動 同景著將來的快樂 而忽略了肉體的需要 忘記了目前光陰的價值 這種違反自然的動作的發生 是由於對宇宙人生 和他的究竟作用觀念錯誤的結果 這是現代人所有失望 憂慮 恐懼 和不安的原因 一個真正愛好和平的人 一定不會去騷擾別人的自由 以及去做一些騷擾 和欺騙他人的方法 來追尋快樂的錯誤手段 林肯說 你能夠一直欺騙一些人 你能一時欺騙所有的人 但是你不能一直欺騙所有的人 如果人類空殘 經常違反宇宙自然的規律來行事 他們就是通過動作思想和言語 他們就是通過動作思想和言語 顛污了周圍的氣氛 結果使大地不生產一些對人類有益的東西 那人類就要面臨種種災害了 反過來說 如果人類依照宇宙自然的規律來行事 生活正直化 以道德的功德 來正化周圍的氣氛 把人愛向所有的生物輻射開去 這樣就能夠將較好的成果帶來 增加人們的幸福了 你也許是一個忙碌的人 但是不要忘記 每日至少花幾分鐘 閱讀一些有價值的書籍 這一項習慣 能夠輕鬆舒緩緊張的情緒 使人忙卻煩惱 啟發內心的靈感 同時你也都記得自己有個宗教信仰 你要時常想念那些對你有幫助的宗教 和花一些時間 來執行你對宗教應該履行的責任